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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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235年出生 1251年蒙哥发动对喜时 他因为太年幼而没有被抓 但在次年 蒙哥与幸存者们言归于好 海珠也因年龄增长而得到了自己的领地 十六岁的海都是哈拉和林以西约二千公里出一片地域的主人 这块土地从天山绵延而下进入沙漠 被风饶的伊犁河谷连接中西的主要通道之一 分开 这个亚洲地理的正中心就是海珠的基地 他在这里长大成人 远离日趋汉化的忽必烈世界 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建帝国 中亚的三位蒙古领导人 波斯的序列武 查核台领地的阿罗乎 金帐汉别尔哥 全部去世之后 整个中亚出现全力真空 海珠依靠与之结盟的金帐汉国新统治者 掘取了更多土地 将遇袭至波斯 东抵今日中国 忽必烈决意安抚这个内讧四企的家族 为此他派出了一个代表巴拉 他释法夺取了查核台领地的控制权 巴拉和海都站于西尔河畔 海都大胜 然后 他以成吉思汗的名义提出一颗 1269年 和平会议在塔纳斯 金塔纳斯 位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召开 三位现任内亚蒙古国家的新统治者都来赴会 海都是第四位 他们中的三位 金帐汉国领导人对该地事务不感兴趣 对巴拉和海都之间的争端地区进行划分 这两位强势的参 会者就分享来自撒马尔汉和布哈拉的贸易 达成某种协议 两人定立协议的同时 发下共事结为安达生死与共的结拜兄弟 还举行了长言所道的引金之列 其双方互换金杯铸酒 金帐汉国这些事件暴露出一个问题 无论是原先听命于忽必烈的巴拉 还是爆发护海都都以独立君主的姿态形式 没人理会名义上的最高宗主忽必烈 据原始终一条不明出处的隐门所记 他们只是极为不逊的致信忽必烈 我朝旧俗俗类比之汉法 换言之 他们在宣布独立于忽必烈 因为他背离了成吉思汗 形式的发展很快表明 和平会议是一面骗人的皇子 不能相信其他任何人 每个人都在积极备战 金帐汉国统治者蒙哥铁木尔置身事外 旁观其他三人在攻击 结盟和欺诈的恶性循环中争斗 1271年下幕 海都称汉 占据今日哈萨克斯坦南部 乌兹别克斯坦大部 几乎全部的吉尔吉斯斯坦 这是一个横跨2500公里的国家 这块区域没有名字 马可波罗叫他大突厥 其他人称之为突厥斯坦 粗略地说 他从西边的阿姆河延伸至东边的新疆 从北边的巴尔喀什湖铺着的天山 总共125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面积之和 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海都利用对手们的弱点 趁着忽必烈进军中国内地之际 充分证明了自己的睿智 他采用蒙古军队传统的实禁制指挥结构 创建了骑兵团 这样一来 他能够整合经常互斗的许多蒙古 突厥部落 携手得到了步兵和石脑油投掷者 熟练使用抛尸机和其他工程器械的航警团队的增援 海都的军队有多强大 文献反复提到他有十万人马 这可能有点夸大 无论如何 他们远不及波斯 金帐汉国和忽必烈中国的军队数量 但他们以质量弥补数量的不足 他们擅长突袭 进军迅速 炸击猛烈 撤退快捷 忽必烈海都加冕了童年 忽必烈试图破旗就范 他派遣四子那穆罕六位宗王到达阿利玛里 刚好位于海都领地之内 只在劝说海都赶赴上都或北京的朝廷 海都置之不理 让军队远离危险境地 保卫西部边界 而那穆罕没有足够的占满货兵力发动攻势 时光流逝 那穆罕建立起朝廷 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独立的藩王 直到被一位堂兄抓住并送往金帐汉国为止 他在那里苦思了十年之后最终获释 忽必烈全力投入对宋战争 干脆放弃了控制遥远的海珠王国的企图 所有这一切对海珠来说都是好消息 在重新占领阿利玛里之后 他游刃有余地应对来自波斯的经常性越界突袭 还有幡然醒悟地查核台家族成员的几次起义 海都端坐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实现了一次不稳定的复兴 在帝国边缘全面建立起一个弧形同盟 南入西藏、东及今日的东三省 四十年来 直到最后决战 强陷第二十二长 海都的雄心壮志 就是要成为祖父窝破台 成吉思汗亲脸的继任者的真正继承人 到头来 他失败了 但他的影响却持续存在 大致说来 他把忽必被恶指在边界上 划定了今日中国的西北界线 图片 来自网络 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 约翰曼主本书是蒙元时间 九领域中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是作者在研究 思考中国政区地理版图的多元性 民族心理文化的整体性与蒙元历史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 通过深入研究文献和实地考察而写成 在作者看来 如果想理解今日中国的政治一体性 版图形态和民族心理 必须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并维护的盟元帝国开始 书中主要讲述了成吉思汗将松散的草原部落联盟 塑造为一个帝国的奋斗历程和它最重要的继承者忽必烈 汉在奠定今日中国版图方面的巨大贡献 以及这一过程中 在研习和扩展汉唐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军主官僚制模式基础上 充分调动源于内亚边疆帝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政治及政治文化资源 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塑造 揭示了成吉思汗和他创立的盟元帝国对今日中国之形成的巨大影响 延伸阅读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 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独特方式 重新诠释盟元时代杰克威德福的著作者 简介杰克威德福德 Jack Catherford著名盟元史专家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学博士 第一位从蒙古城级思汗大学 获得人类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学者 曾为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士 麦卡利斯特学院人类学教授 2013年退休后 正式迁居蒙古 开展对蒙古帝国历史更深入的研究 推荐理由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是著名盟元史专家 杰克威德福德 毕竟18年打磨的力作 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学的独特视角 展示了一种不同于纯粹历史学者 或一般传记作家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 和蒙人帝国时代 AlphaBooks 11.28赠书名单 at小生 请过奖读者在后台回复姓名 变化地址一周内有效 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 即可购买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